各位新聞來看 極端氣候 造成地球運動一檔比一檔那麼高 歐洲的氣候鑑識機構 採取這次 離空24年會是連續第二檔 地球最熱的一檔 短期的運動是頭一次超過一度半 極端氣候讓全球國內 常常科學做導致 甚至歐洲氣候鑑識機構 四三月四 九百年氣候變化 合物在採取法部報告這次 離空20年前十九月 全球平均氣候比一九九一年 到離空20年的 同期平均運動 前到六四 二點七一度 是有紀錄以來的上官運動 還未能確定離空20年會連續第二檔 接著列書上上來的一檔 因為COP團體內的第二十九月 聯合國氣候台會 會在10月到20日 在亞塞拜南基金 四三是認為全球新聞的速度 帶在超越新的紀錄 各國應該在COP團體內進展 加速檢測運氣氣體的排行 對齊聯合國也發佈 調氏差距的報告 發行到2020年 全球替發展中的國家 提供調氏氣候變遷影響的 資金只有兩百八十億美金 聯合國美蘇省 古致瑞斯提出警告 到 2030年 資金的圖口會超過十倍 調氏差距的資金 用在去方法淫水的設施 應對海邊民的監管 要是在下七地区 進市外提供極端高穩 跟科普基礎設施 可以方法絕大方法 但是資金國口的差距 接近十八億 古致瑞斯豪佑 G團體二十多工業 必須要人家全球能力 到2030年 每一年減百九百 在此趕緊企圖發作電療 加速在新領外的見面 來應對蓄好 暖化三省的危機 恭喜新聞台市長 朋友